观众朋友们春节好 今天是2023年兔年的大年初一 小冬在这里祝您全家春节快乐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海外华人怎么过春节 随便聊 你看我今天特意穿上一身红红的华服 这还是在北京的一个布店里量身定做的 我就喜欢在过春节的时候穿上中式服装 让自己体验到沉浸在一个过春节的气氛里面 这也不是给人看就在家我也要穿上过春节 说到春节呢 自从2016年6月1日春节就成为加拿大的法定节日 注意这里是节日不是假日 所以公众都不放假 春节期间华人职工当然也不放假还得上班 但是今年就特别好 恰好你看除夕在周六 初一在周日 而元宵节正月十五呢也是一个星期日 所以全球的海外华人都非常高兴 大家可以在家里吃啊做吃啊聚会啊 对啊真是太好了 那么在国外呢不像圣诞节啊 这里的春节的环境啊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气氛 但是呢春节在海外华人行李那是一件大事 我们都有从小这样长大的嘛 然后这个春节的这个情节联系着我们和这个中国的文化和我们在国内的家人的一个联系啊 那我们怎么过春节呢吃对吧 头等大事中国人嘛对吧 那吃呢要做吃的先得买对不对 买年货这是节前要做的 那么年夜饭要做呀要买食材呀 所以呢吃从采购开始 那到各个地方的大小华人超市啊那节前是张灯节彩 迎接华人的顾客 他们在中国进口了很多的这个除了食材以外就是年货什么糖果点心啊各种小吃啊还有包装精美的可以送人的礼盒 啊这里呢其实送礼用途不是太大啊 啊还有什么呢福字啊玉兔呃灯笼啊还有红包 红包那个小红包对吧给孩子用的都有的卖 那这些商店里都人多人很多 啊除了本地的华人以外 你知道有很多华人呢他们住在小镇 离这个华人超市挺远的 所以平时他们主要是在当地的西人的超市采购 但是呢过春节之前他们就开车开了一两个小时 也得到城市里华人超市买一大堆东西把车都装满了 我有一次在那个大统华的商店里 春节之前采购时候就看着一个一个洋人带着这个几个学生看着中学生的样子 就是后来我就跟他们了解我知道他们是住在小镇的一个中学里上学 这个住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他们那个房东 带着他们开车带着他们来买华人吃的东西 你看特别好玩 所以这是买买完了呢吃 来除夕这个年夜饭是一定要吃的哦 那今年赶上周末呢大家都在家是大做特做呀 在海外过年吃年夜饭啊或者春节吃的饭啊 跟国内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海外特别像我们大陆出来大多是这几十年来的嘛 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 所以呢我们都是一代人 这些孩子也就两代 有的家里呢他这个把父母这个sponsor过来那还是最好的老少三代 但是呢一般就是一个小家庭所以人比较少也没有亲属对吧 但是我知道广东人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华人老前辈 他们在这已经好几代人了 像我有一个一个香港的一个朋友 那他家里也几十口啊 那他们聚会起来亲戚朋友亲戚很多 但是我们大陆来的真的是比较少就小家庭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有的有的就请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两家三家还聚在家里 大家一块做啊做各种菜嘛 然后呢包饺子对吧 包饺子是北方人过年的重头戏 包煮捞 这大家一起啊这个家人朋友这忙着吃着笑着干着 然后就特别有这个热闹的年的气氛对吧 这是在家里吃 然后呢外边吃餐馆里吃 那家人朋友那你就做一大桌 啊这个这也是也是一个亮点 那春节期间各个中餐馆是红红火火啊 早早就得订餐订的预定都满满的 你如果去多伦多蒙特里尔文革华这几个华人很多的城市 那个餐馆呢那个停车都没有位子 然后进去以后呢 我记得有一次去多伦多那个餐馆挺大的餐馆 我一进去全是人 然后人声饼飞 锅碗瓢了 然后再说话的那种声 特别的好听 就是一种热闹 你在里面根本就想不到 这就跟在国内的某一个什么餐馆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在多伦多呀 这是在国外呀 那么今天的初一呢 我和老公呢就约了朋友两口子 去这个渥太华的一个餐馆 叫做哈尔滨老道杀锅居 吃饭聊聊天 这个餐馆呢 其实现在国外的餐馆 就是中餐馆 它也没有特别集中一个口味 因为它还有老外呀 所以它的口味都是杂的 它这个哈尔滨的 它什么菜都有 但是我们渥太华的中餐馆呢 跟那个多伦多就没法比了 非常安静 菜是做的好吃的 什么多那也比不上多伦多那么地道 所以在渥太华的很多华人呢 去多伦多蒙特利尔干什么 就是吃 到那餐馆了一顿接一顿吃 好好过过瘾 刚才说了 吃 在家里吃 餐馆吃 还有一种吃 就是在社团吃 这个社团呢 是海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什么老乡会 校友会 文学社 舞蹈团 龙舟队 都有他们自己的社团 到了春节啊 这些社团 都要搞活动的 什么活动啊 就是在一块儿吃 泡特拉 百家菜 把大家做好的菜 各种各样的 然后放在一起 大家一勺一勺一勺 轮着吃 这是我最喜欢 所有人都喜欢 因为百家菜啊 全国天南海北各种风味都有特别好吃做的 那我是在沃泰华北京协会 我们北京协会每年的春节都搞新春饺子宴 什么叫饺子宴 吃饺子呀 然后这个大家就把那个在家和好的面 带面团 然后和好的馅带去面板 擀面棍 然后大家围着一个大桌子拼在一起 然后就分工合作 这个有擀皮的 有包的 送的 运送的 有煮的 那我一般我都是擀皮的 然后那个包饺子 说说小校们 小孩也学着包 我记得几个小孩弄在一起 你包好我都露馅了 那学着玩呗 对吧 然后我还有那主饺子 一个团队 都是男的 一锅一锅的 特别壮观 照片也特好看 饺子一腾出来 都混了那味儿 刚开始他们还想分 分不清楚 就吃吧 感恩什么吃什么吧 坐下来一边吃饺子 一边看前面的演出 这都是自己人也认识 然后做一些游戏 特别好玩 所以这就是社团的春节活动 这是一大亮点 除了社团还有什么 庙会 庙会跟国内的庙会 那可没法比 北京什么地坛庙会 龙坛庙会 吃的玩的多了去了 但是呢 我们也有庙会 中华会馆每年都举行庙会 就是有各种演出啊 什么歌舞啊 这个民乐啊 什么什么 这个大人小孩啊 都有 你知道这个华人在海外 就非常活跃 那小孩子家长都送他们去学 那个中国舞蹈啊 还有学这个太极啊 这些让小朋友从小就接受一些中国文化 大人也是啊 我们这边的成年美女们呢 这个舞蹈团呢是非常的活跃 我们还有武林大会呢 比国内的广场舞不差 但是他们跳的这个民族舞啊 各种各样的现代舞 都水平不低呢 然后呢 歌舞一起来 穿上那个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 都特别的好看 让观众眼花缭乱 最来劲的就是中国叫舞龙 有一个舞龙队 渥大华好像有一个组织 就在唐人街那个地方 他们专门就是舞龙 因为各种活动 常常他们被邀请 那这些参加舞龙的人呢 当然他们有老师傅啊 来指导 那舞龙的呢 都是一些小孩 青少年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不是龙吗 龙是两个人演的 一站起来 一看还有一个小外国人 他们这些孩子就是对这感兴趣 又断练身体 然后就学着 所以舞龙这也是最好看的一个节目 那么在庙会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吃的呀 有那些什么羊肉串啊 还有这个煎饼啊 什么元宵啊 有一些小吃 四川小面啊 除了这个吃的呢 还有文化活动 有书法现场 书画 书法绘画 简直手工 邀请小小朋友进来学一学 特别好玩 还有卖一些中国的服装啊 各种纪念品啊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两口人每年都到去逛逛逛庙会 就是体验一下过年的气氛 来逛庙会的啊 除了这个华人的家庭啊 还有一些亚裔的人 还有很多是其他当地的 其他族裔的 都是一家一家来带着孩子 因为很好玩嘛 有吃有看有玩儿 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庙会 也是一个这个 传播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么一个 很好的机会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呢 都非常 当地人都知道 Chinese New Year Lunar New Year 就是英里年他们都会说 然后说公黑发菜 他们都以为是这样说的 我们就会教 教我认识的这个外国人 就说我们说春节快乐 我老公就会说春节快乐 那么除了庙会 还有什么呢 看演出 看演出也是一大亮点 这节前节后啊 我们都会有一些文艺晚会 这晚会呢 有的是就是我们当地的 华人社团自己组织 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演员去演出 还有呢 每年都会有一两场 来自国内的专业团体 参与的这个大型的综合性演出 好像叫什么 五周 五周叫四海同春 五周同庆是叫什么 就是还有一些大盘的演员啊 非常好看 因为我们平常看这种节目 不是特别多 反正我是很喜欢看 然后我记得看过什么 中央民族管协乐队啊 北京电影乐团啊 还看过相声一个专场演出 甭拱来了 你知道我们那个笑的 千眼后活的 其实这些相声估计在国内都是被 被叫什么 都是埋怨 都是不怎么样的人 都笑不起来的 但是海外华人的笑点非常低啊 给点节目就是看的滋滋有味的啊 还有杂技团 还有些地方 什么苏州的一个舞蹈团 都特别的好看啊 这就是演出 今年呢 我们也有一场 在渥太华的四海同春的演出 他们这个演出团 自己出来的都是一溜啊 从加拿大东部 多伦多 渥太华 温特利尔 是不是连美国那边 纽约那边就带上了 所以这是演出 好 说到春节的娱乐 就不得不提一下 看春晚 别生气啊 有的人 因为春晚这个话题 有点争议 大陆来的移民呢 特别是老人家们 很多都喜欢看春晚 那还是必须看的 因为这个生活本来就比较 比较枯燥 是吧 人家早早就等好了 那个有线电视 或者网络电视 街上 一定要看春晚 看的那个可有劲的 然后我知道我有个朋友 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他每年除夕 他都请假 他得专门现场的 看春晚 还不过后的录像 你大家不看 就这样呢 然后一边打电话 家里人打电话 对 春节期间 跟家里人打电话 特别除夕的夜里 过了12点 中国是半夜 我们这是中午 时差 加拿大 东部和中国的时差 是13个小时 所以呢 这打电话呀 互相问候 现在都视频呢 这也是一大节目 所以呢 我自己来说呢 喜欢看春晚 不瞒你说 刚出国的几年 没顾上 后来怎么就接上场 然后每年都看 我特别喜欢看春晚的 整台那么长的时间 我其实就喜欢看 几类的节目 一个是太极 那个太极的有 承认有小孩的 那个表演啊 还有呢 民族舞蹈 赵本山的小品 我就总是笑的 笑场 但是呢 就是现在没有了 但是呢 我也有不喜欢春晚 什么样的政治宣传 什么伟光正 这个歌舞生平 一到这时候 赶紧 赶紧上厕所去 干别的事儿去了 所以这是我不喜欢 但是整体来说 春晚这些专业演员的 这个真实文化大餐 就是体现中国文化的 这部分 我是特别喜欢看 所以呢 今年也是看了 那说到春晚 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有些人就非常 对春晚是非常有看法 观众朋友 你看不看春晚 你是看春晚 还是恨春晚 还是根本无所谓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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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